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数钱 睡觉这些实实在在的生活里去是不容易天长地久的 而我却觉得恰恰是把爱情落实到生活中 体会到婚姻的一地鸡毛和生活的无奈才变得不容易天长地久 人生一世相爱容易相守难 多少人走着走着就散了 能够白头偕老的夫妻太难了 若把婚姻分阶段 我认为中年阶段的夫妻最难熬 因为中年夫妻已经过了儿听爱情的年纪了 心变硬了 不会轻易地被感动 每日为生活奔波 带着一身疲惫归家 早已失去了谈情说爱的心情 他们没有青年人的活力 也没有老年人的通透 维持婚姻的是什么呀 也许是曾经的勤奋 是孩子 是亲情 倒不是说所有的中年夫妻的婚姻都过得一地鸡毛 但大多数夫妻过得并不开心 他们中间有些干脆利落地分开 有些凑合着过 而凑合过日子又能坚持多久呢 过得不好的夫妻 其实他们心里明白 是圆境了 特别是有这几种感觉的 比如相互厌恶 感受到不再爱着对方 朋友李琼和丈夫结婚十几年 两人都是普通家庭出身 为了在这座小城市里站稳脚跟 夫妻俩没少奔波 如今才刚刚过上像样的日子 谁曾想苦日子一起熬过去了 好日子却过不下去了 两人三天一大吵 一天一小吵 吵架往往是李琼先挑起的 原因是丈夫的太多行为 让他看不惯 看着李琼喋喋不休地 列举丈夫让他无法忍受的缺点时 我觉得特别的悲哀 他们是有过爱情的 当初结婚 李琼不顾父母的反对 坚决要嫁给这个穷小子 因为丈夫不被娘家接纳 他气得三年没有回去 为了改变丈夫在父母心中的形象 他与他们距离力争 丈夫同样为了不让他夹在中间为难 拼命地表现 那时朋友们都觉得 穷点算什么 看着他们 就觉得日子还有盼头 十几年过去了 那对让大家羡慕的夫妻 变得和大多数中年夫妻一样 李琼嫌丈夫懒 下班回家就知道躺着 他只要往沙发上一躺 李琼的火 蹭的一下就上来了 摔东西 拾脸色 那是常有的事 刚开始 丈夫以为他心情不好 会问他怎么了 他不领情 噼里啪啦地把他骂了一顿 把他骂极了 两人一吵架 冷战个两天 如此循环往复 日子过得冷冰冰的 连孩子都知道 父母的感情不好 在家都不敢大声说话 冷静下来的时候 李琼会问自己怎么了 难道是提前 进入更年期了吗 可是一想到婚姻和丈夫 他就忍不住厌恶 在外人看来 李琼的丈夫 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 大男子主义 在家撒手不管事 全部扔给老婆 洗衣机里的衣服洗好了 他会主动地去晾晒 周末不忙就陪孩子 有空下厨就给家人做饭 说他的缺点 也许是有点老实 木讷 逢年过节 不知道送老婆礼物 可当初 李琼正是看上他的老实 李琼有一次 带着丈夫去见朋友时 悄悄地说 我就喜欢他这锅老实酱 特别憨厚可爱 十几年过后 他的优点变成了缺点 他的存在让他厌烦 丈夫不在家的时候 李琼整个人都特别的轻松 特别的自在 只要丈夫回到家 他就变成了那个咄咄逼人的中年妇女 因为这事 丈夫找他谈过 夫妻俩喝着酒聊着天 丈夫回忆着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 回想他刚刚怀孕那会儿 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为了留不留这个孩子 抱在一起哭 后来丈夫擦着眼泪说 就算没我吃的 也不会饿着你们 李琼听到这里就落了泪 但也只是心软一下 丈夫接下来说的话 他全然不想听 他只觉得他吵得慌 想要逃离 后来有一天 李琼突然找到我说 我想是因为我不爱他了吧 我知道他这句话的意思 因为不爱了 才会厌烦 他不管做什么都是错 所以过日子 你如果有这几种感受 别再将就下去了 其实他已经不爱你了 一 经济上和你精畏分明 有很多AA制的家庭 看似生活相干无事 但这只是表面现象 因为家庭生活是很私密的事情 谁也无法真正地了解 谁的生活底细 也无法了解这样生活的人 真正的内心状态 常理说 家庭生活是柴米油盐酱醋茶 等这些琐碎的事情组成的 但在一起生活的夫妻 在经济上是无法分开的 中国是一个讲究人情往来 重情重义的国家 太过计较 反而说明比较自私 不信任对方 有些夫妻 结婚时就定好了AA制 无可厚非 现在都提倡经济独立 经济独立后 夫妻双方在恰当的时候 可以给对方一个小惊喜 或是可以搞一个小浪漫 这样可以加深夫妻之间的感情 但在过日子的过程中 会有许多矛盾和意外发生 一旦出现了意外 两个人如果不能够理解和包容对方 就会危机四伏 但有些夫妻在过日子的过程中 走着走着就发现对方变了 很多人感情发生变化 第一反应是把钱拽紧 要不收回经济大权 要不直接自己保管 不给对方花一分钱 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 是对方的感情发生了变化 因为爱你的人 他会倾其所能给你爱 最直接的表现方式 就是给你经济上的支持 所以说家庭中 钱是最导致矛盾的因素 钱上发生了分歧 问题就很难解决 过日子 心也就不可能在一起了 二 日子过得很压抑 很憋屈 生活过的就是舒心 如果一天到晚 与一个人处处挑自己毛病的人在一起 那种压抑 很难受 也会让人疯掉 有些男人是小心眼的人 他挑你毛病的同时 也会表现出对你的爱 这样 你忍 也就忍了 可是就怕那些心怀鬼胎的男人 他不爱你了 就会使出阴招 处处挑你的毛病 时时刻刻找你的茶 他在外面胡作非为 还不想离开这个家 因为家里的女人很能够忍让 他尝到甜头了 他不爱你了 还不想离婚 也许是怕财产缩水 也许是怕名声不好 所以 在这种家庭里生活 女人就失去了自我 失去了尊严 没有尊严的生活 不可能谈安全感 家庭生活里 没有安全感是一种折磨 一个真正爱你的人 他会给足你面子 给足你温暖 给足你安全感 他会理解你的内心需求 他会让你的日子过得安稳 不会让你生气 更不会让你焦虑 所以 与一个人过日子 他的心 在不在这个家庭 在不在你的身上 他会有很强的辨别力 压抑憋屈的生活 就不要将就着过 三 感受不到爱 两个人在一个家庭里生活呢 如果 一方对另一方表现得很冷漠 这样的日子肯定是过不下去的 生活不光是吃饭穿衣 还要有交流啊 得不到关心的日子 如同生活在冰窖里 何必再坚持下去呢 每个人在工作和生活中 会遇到一些解不开的心结和困难 有些事 是外人无法去帮忙解决的 必须要靠自己的家人 齐心协力 共同商量解决 明明是一个家里的人 明明是两个人在一起生活 得不到关心的生活 是很孤独的 他对你很冷漠 对你的事情不关心不过问 还觉得你是无理取闹 这样时间一久 就会寒了一个人的心 也许 这种人是很自私的人 只要是自己的事情 都会认为是天大的事 另一半的事都不是事 这种不平等的对待 会让另一半感受不到爱 这种行为是不爱的表现 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灭亡 一个女人长久以来 如果被忽视被冷落 就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守在一座空壳子里相互为难 既然不爱了 那就放手吧 或许 离开了才会让对方记得你的好 或许你走出去了 还会遇到更适合你的人 放爱一条生路 或许就是对相识相爱时的一种尊重 心理学家欧文雅龙曾说 婚姻不应该是牢狱 而是孕育某些更高层次东西的原地 这些更高层次的东西 是在爱情的基础上 所产生的亲情 尊重 欣赏 宽容 保护等等 反之 如果婚姻不能够让你感知到这些东西 那么和牢狱无益 就如同朋友李琼的婚姻 她和丈夫是相爱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十多年过去 爱情和温情便会被磨得无影无踪 我只知道 她这样子的日子继续过下去 对丈夫和孩子来说都是一种折磨 夫妻之间一旦没了感情 只剩下冷冰冰的婚姻和厌恶 这段关系也是无法长久的 不知道李琼还能坚持多久 也许圆尽了 只有好聚好散吧 夫妻感情是需要两个人共同维护的 如果一方想维护 而另一方想逃离 那么这段感情再怎么修补都无济于事 李琼的丈夫也许感受到 她妻子已经不爱她的事实 她做过努力 她照李琼谈心 想知道为什么 好像自己做什么都不对 带着她回忆过往的事情 想用曾经的温情把它拉回来 奈何 故人心意变 曾经的甜蜜也好 温情也罢 那些深情和爱都是真的 而如今不爱也是真的了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和转发